当植物和僵尸来到现实 小伙伴们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 老邓老邓 要是让你随便选一个能力 你会选什么能力啊 选能力 啥能力啊 就僵尸或者植物的能力啊 比如说小鬼僵尸的前行啊 史莱姆僵尸的可以复活呀 植物的也行 像美食堂的呼盾啊都可以 随便你选 啊 我想想啊 呼盾 不行会被打破 前行 也不要 我总也要出来的一天吧 诶有了 我要吞噬能力 就像贪食杰巨兽和胖蹲僵尸的能力 吃掉僵尸或者植物会回血 嘿嘿 这样的话 我被植物打伤了 直接吃个东西就回满了 呼呼 哼 傻大嘴 我看你啊 就是想挨打了 回满血中 继续挨打是吧 要我选的话 我就选 气球僵尸的气球 这样我就可以飞起来了 无论什么攻击 直接飞到天上去全部躲掉 明明我也可以飞的 小蛙姐为什么不选我 哼哼哼 小蛙 我看你简直是臭青蛙想吃天鹅肉 还上天 作为一个青蛙连游泳都不会 真是太丢青蛙的脸了 气 难道你你这个臭大嘴 我作为一个猪 不会游泳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小鬼头 要是你 你会选哪一个呢 哦呀 我的话 我要选这个 全息花圈的能力 这样的话 别人就看不见我了 我就可以随便吃植物了 呵呵呵 啊 小鬼头 全息花圈又不能动 你选这个就只能呆在原地不动了 只要一动 别人不就看见你了吗 这 好像是 算了算了 不想这个了 老大小蛙姐 要是让你们选择一个植物 或者相识作为宠物 你们要选择哪个人 宠物 我想两条小狗狗 我觉得这个鱼狗就挺不错的 又活泼 又可爱 还蠢 而不是 还带萌 哼 小蛙就这点出息 养小狗 这里面这么多厉害的植物 你就养条废柴玉米狗 还不如养只小鬼头 呵 要是我的话 我肯定要养一只小蛙 嘿嘿 有没有小伙伴想和我养一样的植物呀 咦 好变态的大嘴啊 你赶紧离我远一点 快爬 确实 老大你实在是太变态了呀 能不能向我学习一下呀 我直接养一条霸王椒作宠物 看看这帅气的外形 强大的实力 嘿嘿 要是我养了这个 老子就再也不能欺负我了 别在这胡说啊 我可从来没有欺负过你 这是他无限啊 要是让你选择能力 或者养一个小宠物 小伙伴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